那我想目前這個疫情發展到現在 跟當年SARS的時候 有一點相像的地方 因為我自己是精神醫學的背景 目前來講 我想病毒 在我們人類還沒有存在之前就有 那相信人類滅亡之後 病毒還是會存在 所以他當然一定會想辦法存活 那存活的方式 他就必須要感染各式各樣的一個生物體 這是病毒存活的一個方式跟方法 那SARS後來我們比較清楚了 其實主要真正SARS人體的是 我們自己的免疫反應 我們一般叫做細胞激素風暴 那這一次呢 我們如果把現在這一支新的冠狀病毒 當作SARS來防疫的話 恐怕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當年SARS我們比較清楚 其實他沒有那麼容易社區感染 可是當年我們付出的代價 倒不是在整個公共衛生上面的 而是社會經濟方面的 那以這兩天的股市 大概我們也都看得出來 跟全世界的發展都有同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當然我想剛剛幾位先進的呼籲 一方面是希望 大家從這個病毒的一個傳染 因為這個今天這個世界衛生組織 也已經宣布為這個國際衛生的緊急狀態 就表示說這個是一個世界上必須要去 共同應付的一個新興的傳染疾病的問題 但是在傳染的模式上面 我還是必須報告一下 最近觀察在整個台灣的一個網路或是言論上面 基本上有點還是把它當作SARS來應對 那這個部分來講恐怕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的傳染模式應該是比較像是流行性的感冒 那流行性感冒其實是我們每年都在流行 那以前都是冬季才流行 現在幾乎是全年性的流行 那流感可能因為太長期存在了 反而我們對他不害怕 但是必須在這裡跟大家做一個公共衛生上的呼籲 其實流感造成的損傷 至少在目前是比這支新的冠狀病毒 是來的大來的多 不管是從這個傳染的人數 或者死亡的人數 或者醫療上面的負擔 但是目前來講如果我們用SARS的方式 去對應這支新的病毒的話 恐怕會產生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部分是我們目前 口罩的使用上面是有點過度的使用 那這個當然我覺得這個在心理上面是 也提供一些安全的保護也不錯啦 只要他的存量是夠的話 但是還是必須呼籲留給第一線的醫療 還有真正有疾病跟症狀的人使用 這個其實也是我們政府疾管期的一個呼籲 第二個 充分的洗手是比較重要的 那當然各方面的一個專家的相關的資訊都很必要 所以我們當然也希望說既然他已經變成一個 整個世界的一個衛生的一個狀態 那麼各國之間的一個疫情還有防治方法的一個交流 事實上是非常必要的 這個時候政治的一個考量有時候就要退到第二位 甚至第三位 還是以拯救人民作為最重要 那再來來講就是說既然他是跟流感比較像 跟SARS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他的細胞激素就是免疫反應 不會那麼強烈 所以就出現有很多跟流感很像 在沒有症狀之前他就有傳染能力了 所以傳染性會比較強 但是症狀不會像SARS那麼嚴重 可是如果說大家都把他當成SARS的話 可能就會形成對醫療資源的一個過分浪費的問題 那我在這裡希望提供的是說 可能我們的政府必須要去因應的 民眾的想法跟行為模式 他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 所以他可能還是會高度的希望能夠運用 更高等級的醫療設備 那這樣我們的隔離病房可能會一下子不夠用 那是不是要有一些之前的一些比較 臨時性的或者是一些比較嚴格的檢疫方法 醫療資源的一個比較分級的利用 因為這個部分在我們目前 事實上是做的還不夠的 那以前SARS的時候可以用發燒當篩檢的方式 這次恐怕沒有辦法了 那醫療機構要怎麼樣去用 把病人做適當的篩檢 這個部分我想醫療單位可能要好好的去處理一下 不然可能會造成 這個新型的冠狀病毒造成的成本跟負擔也許沒有那麼大 可是醫療人員如果先倒下來 大家的問題會比較大 第四點就是說這個疫情看起來不會像SARS那麼壞就一下子結束 因為他沒有那麼嚴重 反而更不容易結束 這是病毒活動的一個基本的原理 所以如果這個時候大家就很快的把一些防疫的設備 就是目前看起來是過度使用的情況下 除非台灣趕快建立自己的生產線 不然反而可能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那最後一點就是 我自己是在醫院裡面工作 我知道雖然這幾年SARS的教訓之後 可是因為經過了十幾年 很多地方開始放鬆了 很多地方的醫院其實沒有真正的落實必要的一些防疫的 包括洗手 防護衣的使用 必要時候的口罩的使用 那像在這個一般在流感的流情季節裡面 院內感染還是非常容易發生 有時候醫護人員這個感染A流的還比病人還多 那這就是暴露了某些醫院在所謂的感染控制裡面 並沒有落實 所以現在要怎麼樣去落實是一個問題 不然的話反而容易造成院內感染 然後這樣醫護人員他就必須要再家隔離 可能會一下子損失很多的醫療人力 這反而是我們未來遇到的一個比較大的負擔 最後是一個提醒 這個是比較少專家提到 但是SARS之前有一些零星的案例 他是經由那個我們使用馬桶 因為部分的人他會有腹瀉的症狀 那他排出來的這些排泄物還是會有傳染力的 那在這裡我提供一個小小的方式 但是這個衛生習慣是必須要改變的 就是上完洗手間之後 你要把馬桶蓋了蓋子 蓋下來之後再沖水 這在香港的部分的臨床的流行病血的調查裡面 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案例 就是整通的公寓因為他是舊式的那個沖水馬桶 所以他會有連通性 那臺灣還是有一些老舊的建築 可能會有這個問題 那這個我是建議我們的疾管局可以研究一下 是不是要做這樣子的呼籲 特別是一個比較舊的建築裡面 就改變一個習慣就是 上完廁所之後馬桶蓋蓋完 再按那個抽水馬桶 避免那個會有一些那個懸浮的一些感染物出現 那等到下一次要再上廁所之前 再把那個馬桶蓋掀開 我們一般都覺得馬桶蓋是沒有用的東西 可是在某些特殊的疫情像這件事情下 也許他會有一些特別的作用 那最後我還是要呼籲的 我們目前只把這個流行病 當成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問題 這是不夠的 那當然蔡英文總統在 昨天好像已經召開那個國安會議了 我覺得接下來比較大的負擔 那還不是在衛福部 經濟部可能要處理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因為大家都不敢這個到 一些人群多的地方去聚集 可能會減少消費的一些活動 其實中小企業受到的衝擊會蠻大的 那怎麼樣度過這個關卡 我覺得經濟部跟整個行政院的跨部會的系統 必須去思考這個問題 然後就是要降低不必要的心理恐慌 不要讓大家連這個一般正常的就醫行為 都自我抑制下來 那反而該看的並沒有去看 做了很多 可能心理上比較放心 但是未必有效的一些防疫的方法 反而影響到很多的診所的營運 這個其實在SARS的時候都出現過 那以上我先跟大家做這樣的報告 謝謝 謝謝